香港自由新闻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拜登总统在上任的时候就已经说 他会把对付新冠疫情视为他施政的优先项目 在上任第一天就签署了行政命令 表示在国会能够通过更大的规模的纾困方案之前 他在行政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会尽量的来协助美国人应对新冠疫情 包括因为疫情导致很多人失业而挨饿 所以还指示美国的农业部要来审议 扩大美国粮食救助计划的项目 另外也要确保一般的美国民众还有退伍军人 能够得到财务上的支持 以及确保纾困金能够确切地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等等 拜登总统呼吁美国国会要通过大型的疫情应对方案 当中除了要将之前具有600美元的个人纾困金 提高到每人2000美元 那么这个也是前总统特朗普他也支持这样子的做法 此外也要提供更多经费给全国防疫的措施 包括病毒的检测以及病例的追踪 还有疫苗的研发分配接种对新冠病毒未来的防治等等 拜登政府因此提出了美国救援方案 并且期待能够获得美国国会当中跨党派的支持 而拜登在星期五前往沃尔特里的医学中心探望住院的军人之前 他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告诉记者 说希望这个方案能够获得通过 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而新一天的上午呢 拜登总统在这个白宫总统的官方推特账号上发文 在这个推文当中说呢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丧失了从工作与薪资中所获得的尊严和敬重 而那并不是他们的错 我的美国救援方案将延长失业保险金 确保民众在这一批的这个疫情当中呢 能够继续获得纾困的支票 而新一天的上午呢 则有十位的共和党议员 联名发出了一个公开信给拜登总统 信中说呢 拜登在就职演说时呼吁要团结 所以他们希望呢 这个新冠纾困的法案上面呢 也能够展现团结 那么这个十位的参议员包括 罗姆尼 科林斯 穆考斯基等 比较偏中间派的共和党人 那么在信中表示呢 他们将会提出另外一个方案 当中呢有几项是跟这个拜登的方案的内容 是相似或相同的 例如说呢提供1600亿美元 支持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另外呢有40亿美元来支持 行为健康以及治疗药物的滥用 不过呢整体而言 这个方案在纾困金额上会比较小 拜登政府提出的美国救援方案 总值是达1.9万亿美元 那么提供额外的1400美元纾困金 那么加上之前12月通过的纾困法案呢 每个美国人可以获得2000美元的纾困 那么根据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的 路易西安纳州参议员卡西迪 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这10个共和党参议员推出的方案 总值大约会介于50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 而跟美国人的纾困金额则大约是1000美元 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赛星期天 表示呢说白宫已经收到了这封信 那么也将针对这共和党参议员们提议加以研究 他说这项提议与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相应 而拜登总统在解决这项危机上 所需要的行动速度上毫不妥协 而白宫的公众接触办公室主任李奇蒙 今天也告诉记者们说呢 拜登总统想要与两党合作来帮助美国人民 而且愿意与任何人会面来促进这个议程 那么根据已经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的这个参议 共和党的参议员柯林斯表示说呢 这拜登总统在星期四已经打过电话给他 两个人在谈话当中呢 也稍微谈了一下新冠疫情的纾困方案 卡拉 好的 感谢要义的连线报道 美国新冠疫苗投放持续取得进展 波士顿开发疫苗的接种点 开始为普通民众接种 加州医院形势缓解 一些餐馆也开放了室外用餐 欧盟则批准了新疫苗的使用授权 但是生产速度不如预期 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新冠疫苗持续发放 目前美国已有超过2400万人 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其中约530万人完成了两剂的接种 在波士顿 知名的红袜棒球队主场分威球场 被临时改造成新冠疫苗的接种点 对一般公众开放疫苗接种 首轮面向7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 随着接种的持续进行 更多人打消了之前对于疫苗的疑虑 在加州 疫情形势缓解 医疗系统压力逐渐减轻 因此洛杉矶的餐馆 获准重新开放室外就餐 这一规定替代了自从去年12月3日 开始执行的相对严格的居家令 在欧洲 欧盟日前批准了制药商阿斯利康 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制新冠疫苗 对各个年龄层人士进行接种的使用授权 这是继辉瑞疫苗与莫德纳疫苗之后 在欧盟27国获批的第三种新冠疫苗 然而由于疫苗生产速度不如预期 目前疫苗在欧盟和脱欧后的英国之间 如何分配上存在争议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日前前往国会大厦 看望了在那里执行保安任务的 国民警卫队官兵 自从1月6日 国会大厦发生暴力冲击事件之后 数千名来自各地的国民警卫队士兵 一直在这里驻扎 奥斯汀说 国防部将为国会保安提供权力支持 来看报道 国防部长奥斯汀看望了国民警卫队军人 并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表示肯定 他说国会大厦的保安 对于确保美国的立法程序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今年1月6日 大批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 这次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此后国民警卫队一直在这里执行保安任务 奥斯汀对现场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表示 国防部全力支持国会保安工作 他还多次向现场的军人询问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 目前大约有700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国民警卫队成员 驻扎在国会山和首都华盛顿的其他地区 据估计在2月底前 国民警卫队的人数将减少到5000人 向驻守华盛顿的国民警卫队表示 谢意的不仅有国防部长奥斯汀 本周末在华盛顿非营利机构人人爱动物的组织下 一群疗愈犬和他们的主人 来到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汉密尔顿旅馆 和在这里下榻的国民警卫队成员热情互动 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外交政策专家说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 让他们感到鼓舞 拜登指出了有争议的问题 也寻求双方的共识 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纳 展望了美俄关系的未来 请看报道 遭下毒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返回莫斯科随即遭到监禁 这激起了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的激愤 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流行 白宫说 拜登总统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各个层面上提出这个问题 纳瓦尔尼的遭遇也引发了国务卿布林肯的关切 他对记者说 莫斯科对这么一位人担忧的程度令人吃惊 尽管美国对处理纳瓦尔尼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但普京还是称赞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得以延长五年 这项快速行动是在美俄军备控制条约即将到期的几天前完成的 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说 他们对拜登务实对待普京的做法感到鼓舞 其他专家表示 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声公开批评俄罗斯 对纳瓦尔尼的处理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期望不要过高 尽管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了几项强硬措施 但他不愿公开批评普京 而专家们说拜登为未来四年树立了新的基调 美国之音塞纳华盛顿报道 虽然全球多数国家欢迎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在以色列 有些人担心他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拉斯坦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欢迎乔拜登当选总统 他们希望前总统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会有所改变 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说法 新的拜登政府表示 政府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不可侵犯的 以色列的本杰明内塔尼亚湖政府和特朗普关系密切 有些人说以色列必须非常努力 以重新取得民主党的支持 我们应该不会有危险的第一个资源 美国是共产党支援 这已经被捕捉了 如果我能看待以色列的大质量 大多数以色列分析家说 在拜登的首要之物清单里 中东问题远远排在更紧迫的国内问题之后 而当他转而关注中东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伊朗 以色列强烈反对对世界大国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 认为这位伊朗提供了取得核武器的合法途径 Iran will top the Middle Eastern agenda because it is the most prickly and urgent issue in the region not only in terms of Iran's nuclear designs which are obviously a global problem but also in terms of Iran's Middle Eastern meddling 多数以色列官员承认 拜登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的支持者 但他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而且可能向以色列施压 要求他们重回谈判桌 美国金记者格拉斯坦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穆斯林人士称赞拜登总统 取消对数个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限制的行政命令 这些限制通常被称作旅行禁令或穆斯林禁令 来看报道 美国的穆斯林人士称赞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 他取消了此前特朗普政府施加的旅行限制 奥萨玛·贾默尔为穆斯林倡议团体 美国穆斯林组织委员会工作 受旅行限制影响的穆斯林 也欢迎这一举措 其中包括北弗吉尼亚州的利比亚裔美国人阿布拉·奥米什 阿布拉·奥米什在美国出生长大 2019年当选费尔法克斯郡的学校董事会成员 他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所谓旅行禁令 使他质疑自己在美国的位置 利比亚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月签署的行政命令中 被列入旅行限制名单的国家之一 名单上的其他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 特朗普政府表示 该命令通过将潜在危险分子隔离在存在重大安全问题的国家 从而帮助保护美国 在拜登总统就职的第一天 他撤销了这项措施 称这项措施是我们国家良知上的污点 并且与美国长期欢迎移民的传统背道而驰 穆斯林倡议组织说 他们支持拜登的移民改革计划 拜登总统竞选时提出了取消旅行禁令 并通过全面移民改革的承诺 美国之音萨利姆华盛顿报道 各级人士日前通过改编中国网站发起联署 呼吁关注失联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郭飞雄 声明说郭飞雄希望赴美照顾因癌症刚刚做完手术的妻子 但1月28日在上海普通机场海关被中国政府拦截 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借口阻止郭飞雄出境 声明的联署人士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 郭飞雄是中国维权运动的先驱之一 曾因参与地方维权活动 并要求中国确认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而被两次逮捕入狱 2009年 他的妻子为了逃避迫害 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逃出了中国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 对有关报道感到不安 并正在密切关注此案 202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工作星期天结束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纳瓦尔尼 世界卫生组织和环保活动人士通贝利 世卫组织及其确保平均国家公平获得新冠肺炎疫苗的COVAX计划 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前查理周刊记者拉祖伊 新闻网站香港自由新闻 国际事实核查网络和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街记者等获得提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美国各地凶杀案激增 数以百计的受害者当中也有儿童 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采访了美国首都的弱势社区 探讨了防止悲剧重演的方法 这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悲喜交集的庆生会 是为了一个无法出席的男孩而举行的 小柳学生达文·麦克尼尔在2020年7月4日 美国独立日当天被一颗榴弹杀死 当时显然是在一场帮派冲突中的四名嫌疑人 后来遭到拘留 调查仍在进行中 尽管联邦政府为了减少杀戮而投入6000多万美元 自杀案件除外去年仍有超过19000起枪支暴力凶杀案 是20年来最高的数字 21个城市的平均凶杀率比2019年增加了32% 仅仅在哥伦比亚特区就有198件在案 也是一个急剧增加 犯罪学家理查·罗森菲尔德把问题部分归咎于新冠病毒病 还有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后 为了应付大规模抗议活动 而导致警察力行巡逻的中断 控制犯罪的策略之一是 雇佣所谓的暴力中断者 达文的母亲克里斯托尔·马克里尼尔 曾为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担任这个职务 她在有问题的社区建立关系 并鼓励人们放下武器 达文的祖父领导华盛顿特区守护天使组织 他们采取类似的手法 但尽管他们很勇敢 这些主动联络的举措却因为资源有限 以及帆文入节而挚爱难行 结果是毫坏参半 部分是因为经济和种族主义的根本原因 仍挥之不去 你会看到高级级的数据 大家都很快要跳舞 判断和抗议 他们不停地问问 什么需要和什么没有遇到 让我们可以让你的情况更好 这些人都怒烈了 孩子都怒烈了 年轻人都怒烈了 年轻人都怒烈了 因为他们疲惫了 拜登总统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 必须获得国会通过 计划包括提供给挣扎中的美国人 尤其是在贫困社区的人 大量财政援助和精神健康资源 在地方上 一笔提供给华盛顿特需 邻里安全与参与办公室 在2021年用来防止 并恶阻暴力的240万美元预算 以获批准 但全国各地城市 也可以选择一种费用比较低廉的方法 叫做聚焦下足 阿亚拉女士在失去孙儿之后 她希望扫除街头所有的非法武器 她还希望法院系统重新考虑 因新冠疫病释放囚犯的做法 据称其中一个 和杀死达文的枪击案有关 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 华盛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许多人来说 古典音乐仍然联想起 莫扎特等欧洲音乐大师的交响曲 但是美国之音记者 瓦朗卡纳告诉我们 古典音乐的世界其实更加广阔 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大四学生 迈克尔·艾姆尼特 一直在寻找新音乐 但是当这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加入了学校的泰国乐团时 他的收获比预期的要多 艾姆尼特并不孤单 其他合奏成员也分享了他的观点 泰式七月合奏在美国很少见 肯特州立大学的泰乐乐队成立于1978年 如今 该大学是美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提供泰国古典音乐研究 学生们学习打击和吹奏乐器 来演奏琵琶特这种 用来配合泰国传统戏剧和舞蹈的合奏 来自泰国的民族音乐学者 普利万·纳农卡 至今已指挥该乐团长达20年 普利万年轻时就爱上了泰国古典音乐 并喜欢与美国的学生们分享他的激情和知识 但是招募年轻的美国人有时需要说服力 有人说 泰国七月合奏让他们了解到古典音乐全球性的格局 这个学期没有现场音乐会 因此该乐团向YouTube和脸书上传了四首泰国经典曲目的表演 为更多的听众送来了高亢的音符 告别这充满挑战的一年 美国之音瓦朗卡纳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